过年必吃的佛跳墙 象征好彩头的萝卜糕 还有梅干扣肉 花雕醉虾 人参鸡汤 丰盛的年菜摆满整桌 分成荤素两类 还配合长者咀嚼功能 进行烹调 台北市社会局连续15年 办理赠送年菜活动 今年参与合作的民间单位 数量创新高 总共有110家团体提供小额赞助 金额高达500多万元 将可提供2000户低收独居长辈 以及弱势家庭 享有温馨年菜过好年 我想今天很高兴 在春节前 有这样的机会 来跟大家发布 我们在春节期间 对于社会上面需要 被帮忙被照顾的朋友 我们有推出 即时快递的方案 其实我们推出 爱心年菜这样的活动 已经15年了 从15年前开始 我们就对于在过年期间 特别天气很寒冷 许多不管独居长者 或弱势的朋友 在过年期间也很需要协助 至少需要一个温饱 所以我们推出爱心年菜的活动 这当中我们也不断地精进 也在检讨 今年我们也特别感谢 很多善心的朋友 企业团体 给予我们大力的支持 所以15年来 今年我们赞助 支持我们这项活动的团体企业 增加 不断增加 有110的团体 而这次我们汇集了 刚刚主任谈到2000份 再加800份 所以很谢谢我们林郑霞董事长 他也赶快在年期间 跟我们社会一起联系 愿意赞助800 所以现在总共有2800份年菜 而我们这次的年菜 推出很重要 第一个 我们特别照顾到 很多素食的朋友 所以荤素都有 第二 我们对于长辈 很多主角有困难 牙齿比较不方便 我们在烹调上面 也非常的贴心 比较软 让我们长辈 在吞咽主角的时候 比较方便 所以都是不断地 我们在透过过去的反馈 一直在精进调整 除了感谢各民间团体 对市府的支持 台北市长蒋万安也宣布 新年十天假期 除了自证年菜 给低收独居长辈 及弱势家庭 并扩大推出春节 及时平安专案 更在12个行政区警察局 90个派出所 放置希望好食堂餐券 及超商商品卡 提供给年节期间 途御生活急难的民众 另外一项很重要 我们这一次除了设政 结合了警政 推出及时快递 什么意思 也就是 如果在过年期间 有发生生活急难的朋友 你都可以就近到派出所 找我们的警察同仁 跟他反应 我们就会及时给餐券 还有超商的商品卡 就可以即刻到店家 超商去兑换 我想这个就是透过 我们整个社会的网络 以及警察同仁 他们坚守岗位 及时提供相关的协助 另外 对于重大生活急难的 需求的朋友 我们也会赶快 借由警政的通报系统 延续我们社工 社工员会马上的去访试 然后甚至 接入安置 这些我们都是希望 在年节期间 天气寒冷 然后大家都在过年的时候 对于社会上需要被帮助的朋友 我们要给予关心 给予积极的协助 用行动来展现我们服务的态度 所以在这边要再次的感谢 所有热心的好朋友 因为你们的支持 才能够让我们的方案推出 不断的改进 能够深圳的帮助到这些 需要被帮忙的朋友 除了民间单位捐赠年菜外 唐市镇基金会也加码 自证所募集的800份年菜礼盒 也将由社会局评估 发送给身心障碍朋友 及弱势家庭 董事长林政霞表示 基金会每年与全家便利商店合作 向民众募集年菜礼盒 也让唐宝宝及身心障碍者 参与礼盒包装工作 创造双倍扇的循环 记者林行会台北报道